想象一下,你的整个人生不过是这一天的最后一分钟 而此前的漫长时光中 世界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样貌 今天我们就用24小时的表盘 来压缩25万年的人类进化史 去揭示那些决定性时刻 这场时间旅行或许会让人们重新思考 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怎样一步步跨越奇异点的 又是怎样从无序走向有序的 首先来到零点钟,智人的诞生 智人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25万年前的非洲 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 关于现代人类的起源 一直以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多地起源说和单一起源说 多地起源说是说现代人类 可能是在非洲、欧洲以及亚洲等多个地区 独立演化而来 单一起源说则是目前科学界比较公认的起源理论 也被称作非洲起源理论 非洲起源说有两个比较直接的证据 一个是考古出土的古代化石 在埃塞俄比亚的奥姆河谷地区 科学家发现的奥姆人化石 是已知最早的智人化石之一 年代大约为19.5万到20万年前 不过更近期的研究表明 埃塞俄比亚最早的人类化石 距今约为23.3万年 另一个证据则是现代人的DNA分析 也被称作线粒体夏娃和歪染色体亚当 从分子人类学来看 运用遗传学工具 对非洲、欧洲以及亚洲人的母系线粒体 和父系歪染色体进行分析 发现不同人种共同的祖先 距今天的时间都是14.3万年到14.4万年之间 而这与智人走出非洲的时间刚好吻合 关于智人为什么要走出非洲 我们一会儿会聊到 从DNA解码到古代化石两方面的证据来看 似乎印证了人类学家的普遍共识 现代人类正是在20万年前到25万年前之间 出现在了非洲东部 换句话说 奥姆人有可能是全世界现代人的共同祖先 好 时间来到凌晨2点24分 智人开始使用石器工具 大约在23.4万年前 智人开始掌握并使用石器工具 这标志着智人的认知能力开始进化 美国史密森学会人类起源计划 在东非的多个考古遗址 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 都发现了早期人类所使用的石器工具 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远古人类遗址能够保留 主要是因为遗址地处东非大裂谷 地质活动比较活跃 湖泊和溪流的沉积物慢慢堆积 让这些远古的化石头骨和石器工具 保存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在肯尼亚的奥罗格塞利一致 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工具 其中也有98%的阿舍利首辅 由5公里以外所采集的石头制成 其次还出现了黑钥匙 碎石和石鹰的成分 这些材料则来自更远的地方 这说明当时的智人 已经具备了复杂的思维能力 能够远距离的贸易和跋涉 阿舍利文化是石器时代工艺技术的统称 大约从170万年前就开始传播 这远远早于智人的出现 最早因为在法国圣阿舍利被发现 而得名阿舍利文化 直到25万年前 智人学会了石器工艺 并加以改进和复杂化 工具的种类 包括用来狩猎的手辅 剥皮的刮削器 以及破开骨头获取骨髓的切割器 这些工具能够帮助智人更高效地处理食物 从而增加生存的机会 凌晨4点48分 智人开始掌控火焰 大约在21.6万年前 智人开始学会控制火焰 这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决定性时刻 极大的提升了生存能力 在南非的奇迹洞穴遗址当中 考古学家找到了用火的痕迹 包括烧焦的骨头 植物和烧烤后的食物残渣 在以色列的凯瑟姆洞穴遗址 同样找到了频繁用火的证据 火的使用给智人带来了多重功能 首先是生存与保护 火不仅提供温暖 还能驱赶野兽 使智人能够在夜间继续活动 避免被野兽捕食的风险 第二是烹饪与营养 烹饪熟食 更重要的是能够高效摄取营养 促进大脑的发展 第三是社交环境的改变 围绕火堆聚集的人们 形成更大的社交环境 这种社群的形成 可能增强了合作和沟通能力 推动语言和文化 以及社会复杂结构的产生 我们平常所说的看热闹 可能跟这个围之沟火的远古场景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智人对火焰的掌控 不仅改变了生活方式 还加速了生态位的演化 使他们从食物链的中间位置 自此 智人不仅能够利用自然资源 还能改造自然环境 好 时间来到凌晨7点12分 语言的产生 语言学家普遍认为 早期智人的语言系统 约在20万年前逐渐成型 语言不仅用于日常交流 还用于传递复杂的信息 语言和社会结构的萌芽 主要原因是集体狩猎 在此期间 智人的狩猎策略不再是单独行动 而是转向合作时狩猎 群体之间通过语言或者手势进行协调 成功捕获大型猎物 语言的出现为协作提供了工具 也促进社会规则的形成 考古证据显示 在欧洲和非洲的一些遗址当中 出现了智人合作狩猎猛马象 野牛等大型动物的痕迹 还发现具有等级结构的聚居地 以及不同的功能区域 如聚居区 工具制作区和狩猎区等等 关于语言起源的研究 仍然在进行当中 许多学者认为 语言的诞生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而不是一次性事件 好 时间很快来到正午12点 走出非洲 大约12万年前 智人开始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迁移 从非洲发源地向外扩散 进入中东和欧洲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全球迁移 被称为走出非洲理论 非洲起源说 在1987年 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正式提出 起初也只是假说 但随着近年来的考古发现 和遗传基因学的发展 几乎确定了非洲起源说 就是正确的 在此期间 多地起源说也广受讨论 但是这个理论在分子生物学出现以后 可以说已经被彻底证伪 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利教授的研究团队 尝试从现代亚洲人当中 找到非洲起源说的反例 他的团队采集了163个群体 覆盖大部分东亚地区 共检测了12127个歪染色体 但实验完成后发现 所有个体统统来自非洲 这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线粒体下巴和歪染色体亚当的结论 高度一致 大约在12万年前 智人开始进入中东和欧洲地区 最早的考古证据之一 来自以色列的卡夫泽和斯库尔 这两个洞穴一致 遗址中发现的古人化石 和奥姆人的骨骼一致 也和现代人的头骨特征一致 使用电子顺磁共振 和热发光测年技术 初步测得约为8到12万年前 也就是说 卡夫泽和斯库尔人类 可能是首次从非洲外流 通过西奈半岛 抵达了中东的以色列 根据金利院士的分享 人类走出非洲可不止一次 而是三次 最早是200万年前的直立人 然后是50到80万年前 尼安德特人的祖先 海德堡制人 最后才是现代人的祖先 制人走出非洲 人类为什么要走出非洲 有一个假说 叫撒哈拉蹦假说 是说撒哈拉大沙漠 本来和阿拉伯沙漠联系在一起 远古气候潮湿的时候 撒哈拉是大草原 人类在东非这里起源 但有的人类跟着动物 跑到了撒哈拉以外的地区去了 后来气候变得干燥 草原变成了沙漠 那批远走的人回不来了 唯一的去向就是往东或者往北走 这样的事件 在过去几百万年里发生过若干次 好 时间来到午后 16点48分 跨越忧伤之门 非洲北部地区是撒哈拉大沙漠 在历史上除了12.5万年前 有过一段适合生存的时期以外 基本上是人类无法跨越的屏障 走出非洲的唯一可能 是越过红海出口的曼达布海峡 这个名字在阿拉伯语当中 意思是忧伤之门 曼达布海峡 在13到10万年前的大多数时间里 宽度都有30多公里 虽然不是很宽 但对于几万年前的古人来说 并不是一个容易跨越的航程 因此古代人久久没能跨越海峡 直到9万年到8.8万年前的一段时间里 由于新兵器的影响 海平面比前几万年下降了50多米 海峡宽度减小到了约10公里 古人这才有了跨越忧伤之门海峡的机会 当首批之人在9万年前跨越忧伤之门以后 他们在迁徙途中繁衍生息 8万年前到达印度 7万年前到达中国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柳江人 6.5万年前抵达了澳大利亚 1.5万多年前跨越了白令海峡 到达了美洲 化石和DNA证据都表明 这次长达10万年的迁徙 推动了智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定居 好 时间来到傍晚17点 认知革命 大约在7万年前 人类经历了一次认知革命 标志着在智力和文化两方面向上跃升 这一时期 智人的语言能力 抽象思维 社会协作和文化创造力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推动了文明发展的起源 智人更复杂的语言技能 不限于传递信息 还包括表达抽象概念 如信仰和情感 认知革命 使智人产生了虚构能力 例如神话 传说和未来的可能性 当然 这种能力也包含谎言 圈套和愿景 能够促使更大规模的 社会协作和组织 因此 在社会协作方面 智人往往能够组织成百 甚至数千人的群体 共同应对那些其他物种的挑战 紧接着 为了凝聚更庞大的群体 维持更复杂的社会结构 智人开始创造艺术和宗教 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 使得智人在迁徙过程中 更具适应性 由于智人能够传播虚构故事 所以在跟其他人类物种竞争时 能够占据绝对优势 尤巴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当中提到 认知革命 是智人征服世界的关键因素 他说智人的语言能力 能够分享复杂信息 从而增强群体合作效率 研究表明 这一时期 可能有某种基因突变 重塑了智人的大脑连接方式 傍晚18点 与尼安德特人共存交融 大约在600年前 智人从非洲扩散 进入尼安德特人生活的区域 主要是欧洲和西亚 这两个物种 在地理上重叠了数千年 导致基因交融和文化互动 根据遗传基因学的研究 现代人类的基因组当中 含有约1%到2%的尼安德特人DNA 这表明 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有过跨物种的交配 除了基因学证据 还有化石记录和考古遗址 根据荷兰莱顿大学的研究 尼安德特人消失之前 现代人类和尼安德特人 可能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北部 共存了1400到2900年 法国的布什梅尔洞穴 发现的遗址则显示 有智人和尼安德特人 重叠生活的轨迹 他们使用的工具高度相似 这证明双方可能在技术上 也有所交流 尼安德特人在智人进入欧洲之后 大约4万年前消失 关于他们灭绝的原因 存在多种理论 有些学者认为 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原因 另一些研究则表明 是智人在文化上占据优势 比如在语言和社会结构上 智人要远远领先于尼安德特人 因此 两者在资源竞争中 尼安德特人逐渐被取代 按照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 尼安德特人被智人淘汰 主要是因为尼人不会讲故事 不会讲八卦 所以他们在社会组织度上 永远都超不过智人 好 时间来到晚上22点50分 农业革命 大约在1.2万年前 智人放弃了采集狩猎的游牧生活 转向定居的农业社会 这一转变被称为农业革命 考古学证据表明 在大约1.2万年前 智人在多个地区 几乎同时开始农业耕作 包括两河流域 尼罗河流域 印度河流域 以及黄河流域等地 人类寻化了小麦 大麦 绵羊 山羊和牛 等等这些作物和动物 逐渐形成了 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 农业革命 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还促进了社会分工 阶层分化 以及政治结构 有了稳定的作物产出 人类从狩猎采集者 转变为农业定居者 并开始形成了村落和城镇 开始建立起 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 迈向文明社会 到了晚上23点 人类社会出现文明和文字 在大约6000年到5000年前 随着农业定居生活的发展 在美索布达米亚 古埃及和印度河流域等地 逐渐建立起早期文明 文明从小规模的农业社区 演变成更复杂的城市和帝国 美索布达米亚文明 位于现代伊拉克的两河流域 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 乌鲁克和乌尔这两个早期城邦 兴起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 也就是距今6000年前 这些文明 有着非常复杂的灌溉农业 和早期政治组织 属于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形态 古埃及文明 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 进入历史舞台 距今5000多年 古埃及依赖尼罗和季节性的洪水灌溉 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法老王朝 从埃及金字塔和帝王谷等文物得知 这一时期的古埃及 在建筑、宗教和行政管理等方面 都已经获得显著成就 印度和流域文明 在大约公元前3300年开始出现 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和印度一带 这一文明 以复杂的城市建设和社会组织而著称 哈拉帕和摩横佐达罗是其代表城市 一度发展到能够独自容纳 3至6万居民的规模 而在其鼎盛时期 整个文明可能有100万到500万人口 美索布达米亚的神庙经济 古埃及的多神信仰体系 在这一时期发展成熟 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 也相继在美索布达米亚和古埃及出现 公元前3500年 苏美尔人在美索布达米亚 发明了楔形文字 最初文字主要用于记录农业产品的数量和贸易往来 但伴随着演变发生 逐渐成为描述法律 宗教和文学的工具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书写系统之一 古埃及人在大约公元前3300年 发明了象形文字 最初用于寺庙 纪念碑和国王的名文 与楔形文字类似 象形文字也经历了从记录实物 到表达抽象概念的转变 最终成为一种复杂的书写系统 在早期文明中 数学主要用于农业管理和建筑设计 例如美索布达米亚的楔形数学系统 主要用来分配土地 计算税收 或者设计灌溉工程 古埃及人则运用数学 来设计金字塔和神庙 他们使用缠绳仪等工具 来确保建筑物的精确度 推动了几何学的早期发展 23点40分 古代文明的巅峰 希腊与罗马 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期间 古希腊 古中国和罗马帝国等文明 达到历史巅峰 这个时期 哲学、科学、艺术、军事、法律和建筑 都得到了高度发展 奠定了许多现代文化和制度的基础 公元前五世纪 希腊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对理性思维进行了深入探讨 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思想 希腊数学家如欧基里德、阿基米德 在几何学、物理学等领域 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当然还有伯里克利时代的医师西伯克拉底 他所定立的医师誓词 直到今天 罗马帝国在公元前27年 由奥古斯都乌大维建立 迅速成为横跨欧洲、北非和中东的大帝国 罗马帝国不仅擅长军事征服 还通过法律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传播 深刻影响着后世 比如著名的罗马道路、水渠和十二同表法 古希腊和罗马的思想、法律和文化 尤其是民主思想、共和制和自然法的概念 极大的影响了西方乃至全球的历史进程 当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旅游景点 古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古罗马的万神庙 都标志着古代文明在建筑学上的陈旧 艺术方面 古希腊雕塑追求完美的美学标准 而罗马继承了这种风格 留下了丰富的雕塑作品 好 十分钟之后的23年50 《科学革命》 16世纪到18世纪的《科学革命》 标志着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探索 对宇宙的理解获得了重大突破 首先是1543年 戈白尼提出日新说模型 颠覆了以往的地新说 首次让人类认识到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 甚至都不是太阳系的中心 1609年 伽利略改进望远镜的设计 使其能够放大于32倍 他通过望远镜观察天体 进一步证实了戈白尼的理论 他的自由落体和斜面运动实验 也奠定了物理学的实验基础 尤其是在力学和运动学领域 1687年 牛顿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描述了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 统一了解释天体运动和物理运动的基础定律 除此之外 科学革命还包括 开普勒描述行星运动 笛卡尔推动几何与哲学 以及哈维研究血液循环系统 这一时期的人类 在医学 天文学 物理学和生物学上 都产生了飞跃发展 时间来到23点58分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 尤其是在英国 引发了人类社会的根本变革 工业革命的核心 是生产技术 从手工劳动转向了机械化制造 18世纪中起 詹姆斯·瓦特改进了蒸汽机 为机械设备提供稳定动力 主要运用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两方面 纺织工业的机械化 始于珍妮纺杀机和飞缩的发明 这使得纺织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工厂制度就此形成 劳动分工更加细化 随着蒸汽机应用于交通系统 铁路系统和蒸汽船也投入使用 缩短了世界各地的交通时间 极大促进了全球贸易 此外 工业革命还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许多人在工厂工作 又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 主要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 时间来到23年59分 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人类史上 两次最具毁灭性的全球战争 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到1918 这日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涉及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 主要发生在欧洲 卷入了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奥匈碧国 俄罗斯等多个国家 战争导致约1600万人死亡 催生了新型的战争技术 比如坦克 飞机和毒气 1919年 战胜国与德国签署了凡尔赛条约 试图重建欧洲秩序 然而条约的严苛条款 加剧了德国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为纳粹党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最终导致二战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到1945 二战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 涉及超过100个国家 战争直接死亡人数超过5000万 纳粹德国 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等轴心国 与盟国展开全球性军事对抗 战争期间 发生了诸多人类历史上的至暗时刻 并催生了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 好 时间来到23点59分45秒 互联网与全球化 在短短几秒钟之内 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交流方式 和信息获取方式 互联网的前身是美国国防部 在1969年开发的阿帕网 1990年阿帕网正式退役 同年蒂姆·伯纳斯里 创建了全球首个网页 开启了互联网普及的阶段 1991年 万维网对外开放 用户可以在全球范围内 浏览、发布和共享信息 到了1993年 全球网络用户 从早期的少数科技研究人员 迅速扩展到普通大众 形成了全球化的数字基础设施 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 获取信息的方式和经济模式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地理限制逐渐被打破 全球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空前紧密 此外 互联网还推动了全球化 使得商品、信息和资本 在全球更加自由地流动 好 时间来到24点 也是新一天的开始 人工智能的崛起 随着午夜中生的敲响 人工智能的崛起 标志着人类 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纪元 人工智能的早期发展 在20世纪50年代 计算机科学家阿兰·图灵 首次提出机器思维的概念 为人工智能的发展 奠定了理论基础 之后 随着计算机运算能力的提升 AI逐步从科幻走向现实 最有名的就是图灵测试 一个人写下问题 分别发送到两个房间 一个房间里是人 另一个房间里是机器人 他们回答完问题 看看提问的这个人 能不能区分出来 我们今天访问很多网站的时候 都需要选出全部汽车 或者把卡通头像扶正 这些都属于反向图灵测试 为的就是避免机器人 去大量访问网页 21世纪初 AI领域迎来突破性技术 深度学习 这使得计算机 能够通过大量数据 进行自我训练 显著提升了图像识别 语音识别等多方面的能力 谷歌和OpenAI这些科技巨头 不断推出新的AI应用 这将使AI不断迭代进化 最终在医疗金融 自动驾驶等多个领域 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而生成式AI 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更是生产效率 和创新的巨大飞跃 通过这个24小时的表盘 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进化的长河当中 很多伟大的关键时刻 都是在最后这几分钟 才集中发生 这种压缩的比例 让我突然意识到 尽管现代社会 发展如此迅速 但放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 不过是短暂的瞬间 从发明火种 到创造互联网 25万年的漫长历史 浓缩在24小时之内 此刻始终指向午夜24点 人工智能 不仅代表人类文明的巅峰 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新纪元 纵观过去 我们每一次进步 都离不开那些 推动人类向前的决定性时刻 而今天 我们站在时间的悬崖上 迎接一个崭新的未来 这提醒我们 身处浩瀚的时间长河当中 我们每一步的选择和行动 都在为明天的世界设定方向